立昂光電起訴15人 民眾黨是說 奇怪 這個91億圖利 居然電業許可還沒撤銷 所以應該撤銷它的電業許可 讓林文信停職 這是民眾黨的主張 因為圖利超過90億 還不撤銷許可證嗎 經濟部只想靜待判決嗎 都不想主動去解決問題嗎 台南光電案 這個鼓盛輝說他神通廣大 黃國昌說黃偉哲躲不了 但是也躲了 這就是他的解套方案 反正兩樣傻傻了 一套接一套 一套接一套解 另外台南政府議長會選案 通通沒罪 11個人通通沒罪 然後買票 說是換票 反正就是原來都認為說 很嚴重 政治確鑿 後來現在發覺 好像舉證不足 怎麼回事 謝龍介說法官用高度技巧 掩護犯罪 我們看這10個人 他的關係表 都有關係表 有的是說客 有的是操盤手 是同謀 是白手套等等 然後結果的是罪先不足 通通判處無罪 另外民進黨談的市長部 呼籲要召開中評會 解除議長 副議長 邱莉莉 林志展的庭權處分 不能提他們的權 要給他們付權 另外檢察官 檢察官是很認真 當時辦這個案子 說一個禮拜加班 但是結案以後就立刻升職了 留下一個爛攤子 留下 就是說可你這個 因為太快了 中間是不是有漏洞 他的意思是這樣 或是你跑掉了 接這個案子的檢察官 可能搞不清楚等等 說賴系配票籌碼 這兩個人 邱莉莉自載 所以最快要落在全代會前夕 現在太早跟你恢復黨權了 恢復以後 其他派系搞不好杯葛 有意見 最好到全代會前 需要你這個黨代表的時候 那時候再恢復 那這個聯合報的評論就是說 綠色是無罪的顏色 那賴市長會叫賴總統站起來嗎 因為那個時候賴清早 在台上不是說 你們都站起來道歉嗎 那將來你們會 賴總統會站起來嗎 站起來跟大家道歉嗎 我們看一下 2022年政府議長選舉前 坊間就有會選傳聞 甚至喊出一票高達3000萬的價碼 選舉結束9天 南檢立刻展開調查 大規模搜索 傳喚政府議長等人 賴力風行的偵查作為備受矚目 外傳承辦檢察官 為了火速增結此案 不眠不休 年假也沒休息 結果被法院推翻所有市政引發論戰 究竟是法官護航 還是檢調辦案不立 我想應該盡快釐清 如果用這種高度的技巧 來掩護買票犯罪 那這是匪夷所思 並無外界所述 倉促起訴之情形 檢方否認草率增結 只是當初承辦的檢察官調職 一審無罪判決 對接手的檢察官而言 恐怕相當棘受 我覺得這個光電案 當然大家有很多的疑慮 現在檢調是起訴了 但是還沒有判決 但是我覺得這過程 當然我覺得政府也可以主動的 去了解整個光電案裡面 不管是台南或是其他地方 其實這過程中到底有哪一些 是可能還有這些質疑 或是有疑義的地方 因為畢竟剛剛從能源政策 講到我們現在的這些光電計劃 再生能源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發展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問題就是說 在這個再生能源發展的過程中 如果有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人謀不章 或者是官商勾結的問題 也應該自己主動的去 找出問題的根源 而不是等檢調的調查 尤其是台南 其實大家也知道這一次的選舉 影響其實也滿大的 我覺得在地方上的很多傳言 或許也會影響到民眾的觀感 所以我覺得主動的去 了解並且主動的去 把這個問題揪出來 其實才是避免外界這樣子疑慮 或是指責最主要的方式 范園人 怡萱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從今天黃國昌 他開的記者會裡面 這所謂的古聖輝這個人 他其實他背後這個 我們只能說 他背後的這個勢力是不小的 包含他可能跟英系有關係 包含他這個跟郭再清 也非常的有高度的關聯性 那你可以看到 凡是到台南 你就提到郭再清 好像話最也更多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我們也主張說 一定要撤銷他的電業許可 甚至將這個靈魂信送監察院 並且要停職 這件事情由小見大 你可以看到整個台南因為光電 臭不可聞 這個光電案又可以延伸到 整個政府的能源政策 這個會是賴清德準總統 必須要去面對 尤其是從他台南開始發跡的地方 這個所謂的光電弊案 它會影響到是整體的 能源發展政策的狀態之下 蔡政府跟賴政府看起來 都不想為他們錯誤的能源政策 去承認或者是去改變他們的作為 反倒是一再的 用這種蠻硬的方式 去強硬的對社會大眾情緒勒索 包含前幾天我們看到 這個關於地震 然後四部機主跳機之後 我們就必須要花一度電 12塊去跟民間買電 那這個顯示出什麼呢 一方面我們要跟民眾拿錢 我們要漲價了 另外一方面我們又說 台電的虧損我們要跟 這個要來補貼 另外再一方面是發生了意外 發生了事故之後 我們又要再多花一點錢 去來補貼相關的這個作為 所以民眾的荷包一直在收水 這是一個隱形的債務 民眾的荷包一直不斷的 因為錯誤的能源政策在失血 但是我們的政府 卻用不斷式的情緒勒索 要民眾 要百姓們好好檢討 當時我們看到台電的總經理 在辭職的時候不就這樣了嗎 對民眾用情緒勒索式的方式 要大家為錯誤的能源政策而背書 這就是現階段 為什麼我們的供電 會出現這麼大問題的原因 藍燕 對不起 我補充一下 那個古盛回就是這個利洋能源 暴力超過90億 對 91億 他是民進黨的黨員 他當然跟蔡英文關係很密切 因為他就是小英之友會 還是顧問 對 還是顧問 所以我就說這件事情 你不覺得民進黨非常的沉默 好像這件事情 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這樣的一個 在民進黨裡面 又是長期的黨員 而且從新竹的小英之友會 他在新竹事實上 跟民進黨的一些家族勢力 就已經結合得很深了 然後跑到台南來 台南整個的去壟斷 就是那邊那時候 因為他就是整個把那些地 人家搞不定的地 他全部都可以搞定 而且他原來的這些天字輩 號稱台南五月天 這五月天只要是天字輩的 原來的資本額可能是 原來的就是很少的錢 有的甚至五萬 十萬 然後過不沒多久 就變了幾億幾億 中間的那個暴力 實在是非常可怕 另外還提到一個郭再青 郭再青是一個關鍵人 郭再青大家都知道 他是民進黨的中評委 他是很高的 然後在台南這幾個 所有的社會矚目的重大案件 他通通都有參議咖 台南議長 這個事情實在太離譜了 如果台南議長這個沒事 全台灣 我想那個議長的會選 都可以不用辦 哪裡是什麼叫會選 哪裡是買票 是換票 換票沒有罪 這個非常非常離譜 台南議長郭再青 他就是操盤人 就這次他反正也全身而退 另外剛剛講到立揚光電 就是光電的這些弊案 郭再青裡面也有角色 還有88會館 跟郭再青也有關係 但是這幾個案子 他全部都全身而退 他現在只有一個盧渣有案子 就是盧渣案 那時候說檢察官幫他算 他的暴力也超過20億 你看現在就是說 這一些的暴力 他不是幾百萬 幾千萬 都是一來去幾十億 幾十億 有得將近百億的 這些問題我請問像民進黨 你們視而不見嗎 然後發生這麼多問題 都無所謂 所以我真的認為到現在為止 怎麼民進黨的台北市長 台南市長第一個想說 我趕快恢復 邱莉莉林市長的他黨圈 因為可能未來 因為他們要跟政國會 就是陳廷菲跟林居倩 終須一戰 一定會大戰一場 所以你們腦子裡面 還是在於你們派系的這些利益 但是我要講說 這些台南議展這次的選舉 這次的判決的結果 如果最後無罪的話 我認為誰最有利 我告訴大家 謝榮介最有利 大家看得下去嗎 因為謝榮介還要去選台南市長 大家看得下去嗎 如果這個都已經很粹證 確鑿 那些通聯記錄都講到說 買房子給你半價 如果你沒有 就是你因此下次不能選上的話 沒有關係 我還可以保你 四年的一元薪水照樣給你 這樣子的承諾還不叫買票 什麼叫做買票 還有 我再補充一點 像台南市經發局長陳林凱 檢察官到底查到什麼地方 陳林凱說是上面 陳凱 他上面交代 上面到底是誰 是黃偉哲還是有更上面的人去交代 這麼大的牽涉力 難道黃偉哲都完全不知道 都完全沒意見 所以我覺得台南市的司法單位 不管是地檢署也好 或法官也好 會不會碰到綠色就通通轉彎 碰到綠色就通通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這一連串 過去八年就很可惜了 台南很有進步的空間 因為過去給大家感覺是一個 很棒的地方 但過去八年在媒體上就是光電閉案 然後八八會館 槍擊 這些哩哩口口的事情 當時還叫黃偉哲帶他站起來鞠躬 這次有這麼多案子 黃偉哲有跟台南市民說一聲道歉嗎 從這一次台南的案子來看 我覺得很簡單的講一個就是說 你目前來看所謂的無罪 你會發現這個很奇怪 在這個選舉前該辦的時候 無聲無息 蘆渣案也不辦 光電案也不辦 這個會選案也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突然接近在520之前 這個雷厲風行 講得好像真的一樣 好像好認真 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上 選後跟520之前辦 我覺得他在替賴清的清理戰場 就是清理戰場 所以這個清理戰場的過程當中 連司法都可以替政治服務 清理戰場 你認為未來民進黨 主宰那些人上台之後 會比較好一點嗎